全球瞩目的川晶二會 在越南登場 经历法国殖民与列战 超过百年历史的 河内索菲特传奇大铺会酒店 再写传奇 27号晚 川晶二会首次正面交锋 在12面交叉排列的美朝国旗前 重现去年6月 在新加坡的世纪之卧 金正恩一开场 稍稍抱怨了一下川普 让他等了那么久 而川普和上回在新加坡的论调一样 许给北韩一个梦想 川普上台后喜欢以私人情谊打外交关系 宣称自己和金正恩是好朋友 他也一直用肢体语言证明这点 而相比上回的声音谨慎 像是被川普带着走的金正恩 正回应对大阵仗的国际媒体 就显得更为熟练轻松自在 川晶二会的首页气氛融洽 两人先是带着翻译一对一的对话后 与主要幕僚共进晚餐 虽然不分主客 但北韩应受国际制裁外汇困结 这一桌菜是美国人买的单 去年六月新加坡的川晶会 双方签署了建立美朝新关系 及北韩承诺半岛完全无核化等 共识点的联合声音 但过去八个月来却少有进展 特别是在无核化的问题上 双方陷入谈判僵 半岛无核化就没问题了 就目标都一致 关键怎么实现无核化 美朝各有各的路数 那么美国人讲 你要实现无核化 那就要一申报 二核查 三销毁 那么朝鲜坚持什么呢 叫分阶段同步销毁 北韩要的是销毁核导武器与设施同时 美方相应要取消制裁 但过去半岛谈判的历史经验表明 北韩有诚信问题 美方这回要求北韩先交出 所有核武器与设施的清单 以利后续的核查与销毁 最后再来谈制裁的问题 但要亮出全部核武家底 北韩并不愿意 美国的北韩事务特别代表比根 在史丹佛大学的一场演出上 重申了美方的立场 事实上早在川津二会前一周 比根已先行抵达河内 与北韩对美特别代表 金赫测展开密集的工作层级磋商 缩小美朝间对无核化进程的分歧 金赫测展开密集的工作层级磋商 金赫测 派出这号人物就是意在推动下一步无核化的金赫测 而金赫测抵达河内下滩的美利亚饭店后 就直接找金赫测开会 了解与美方食物层级磋商的进展 川津二会第二天直奔主题 金赫测在一对一会 会谈的开场展现有备而来的执行 倒是川普有些退缩了 川普说不急于无核化时 金赫测明显仰天眉头一皱 似乎不太认同 而在扩大会谈时 金赫测罕见借由媒体提问 展现主导谈判的企图 金赫测准备 我认为他们有意义的意义 他们会有意义的意义 如果他们会来不来的话,他们会来不来吧 很棒的答案 你听到最好的答案吗?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选择的选择吗? 如果我们对方的选择,有些选择的选择 我们现在在会去的选择 我们现在会说的一件事 這場擴大會談前的媒體拍攝時間 讓外界對當天下午準備簽署河內宣言 心情滿滿 但到了中午 情勢卻急轉直下 美國單方面宣布提前結束會談 連原本預定的工作午餐會都取消 而河內宣言也不簽了 基本上他們想要把這些罪犯都提升 在整個案子上 我們不能這樣做 川普在隨後的記者會上 到處談判破局的原因 但他強調雙方不是互歡而善 談判結束的氣氛很好 還與金正恩握了手才能開 幸好我們沒有得到全面 我們沒有得到美国最終的意義 我認為川普金正恩 希望我們會做得到 我們要求他做得更多 他也不準備好 但我仍然是感動 金正恩會後回到下塔飯店 未宅用過 這回確實抱著達成協議的態度前來 但對於談瘋了的川進二會 外界無法得知他真實態度 北韓代表辭職午夜 才緊急通知開了這場記者會 北韓外相李友好反駁的川普在記者會上說 北韓要求撤除所有制裁的說法 他並表示在會談期間 北韓同意永久拆除零變地區 所有核材料生產設施 以換取美國取消部分制裁 李永浩說 即便在之後重啟談判 北韓還是這樣的立場 相較於李永浩唸新聞稿 執著事實與立場的聲明 北韓附外相崔山機在記者會後又多了了幾句 透露了金正恩的心情 事實上北韓這次的提議 比起2008年執炸毀零變冷卻 他在無核化的路上是更往前邁進一步 崔山機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以後日本的機會 再美國的機會 這一點難以為難以 謝謝 但南韓中央日報說 在會談期間 蓬佩奧當面之一 在零變之外還有大規模核設施 還拿出美方情報機構的證據 聽到這話 包括金正恩在內的北韓談判代表 都露出吃驚的表情 它顯然是總統說了 其他資料關於其他資料關於 他可能有提出資料資訊 他曾經說了 北韓國人都很驚訝 他好像在討論 航空飛機的照片 所以這可能不是只要 我們想要更多的 但我們知道在特定的地方的活動 而即便外界認為川金二會破局 川普在會後接受美國福斯新聞的轉變 稱自己還是與金正恩保持好關係 他回到美國後還發了推文 說這回進行了非常實質性的談判 讓雙方都知道要寫什麼 更強調關係非常好 要大家拭目以待 而北韓官方朝中社在3月1號 也發了川金二會的新聞 曾這次取得全面和突破性的結果 金正恩這回似乎也保持了耐心 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前CIA的北韓問題專家克林格說 川金二會是沒協議比有協議 至少不是川普為求外交成就 採取便宜形式的冒進行動 更重要的是雙方都有在談下去的意願 而回顧半島危機近30年 這樣的波折並不意外